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當你在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想再過幾天就應該是我的30歲生日 唉,終於到了這一天了 簡直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原來已經30歲了 我已經名正言順序了一個意義 今天想拍這段影片 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20歲和30歲 究竟在我身上 我會覺得有什麼體會 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心努力情 心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看這個題目的話 就繼續看吧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呢? 我覺得20歲至30歲這個十年 其實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而且是改變到人生也挺多的一個十年來的 你想一下,由剛剛讀完書 或者差不多讀完書 然後出來社會做事做一個新丁 慢慢做多幾年磨多幾年 去到最後就好像我一樣 是一個社會的舊人 這樣這十年裡面 我自己就覺得有些事情 一定要在20歲或者20多歲頭的時候 就要去做的了 去到我現在20歲30歲的時候 就已經太遲了 例如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喝酒 其實我要跟大家坦白說 我是非常喜歡喝酒的人 最高峰的時期 我是一個星期喝三四次酒 還要不是喝一杯半杯 對了,我都算是一個喝得的女生 當你20歲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你應該要出來見一下這個世界 你要去感受一下 做一個年輕的女生出去喝酒的時候 我覺得是挺好玩的 當然我不是叫你出去喝到難聚 我是很討厭女生 也都看不起那些女生在外面喝到一坨的東西 睡著了 我覺得大家成年人 你去到20歲的時候 你都應該有自製、自律和自理的能力 其實你喝酒的時候 大家一班朋友喝得很開心 Party那些 我覺得就算你是多麼健康 多麼喜歡工作的人 都要去一兩次感受一下 一大班人很青春很熱血 很開心地去玩一下 這件事真的在20歲的時候要去體會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我以前是很不相信一個道理 那些說25歲是一個界線 對女生來說25歲會走下坡這件事 我從來都不相信 直到26歲那一年 有一次我喝完酒之後 其實沒有特別喝得多也沒有醉過 但是當我睡醒 我第一次感受到宿醉這回事 那種喝完酒有點頭痛 個人很呆 全日集中不到精神 這件事 我真真正正第一次感受到 原來去到20歲那些年紀 真的不行的了 我現在也是會喝酒 但是平時真的可能會叫一杯紅酒 然後坐下來跟朋友聊聊天 吃飯很Chill 找個漂亮的地方 一杯紅酒可能喝一個多兩個小時 都已經覺得很開心 跟以前那些 拿一條命出來跟別人喝的那種感覺 是兩回事 第二 要去一些很熱血的旅行 嗯 當你20歲20頭的時候 你剛剛可以賺到錢 又可以解除了父母的束縛 你的心裡簡直是有這個 衝向世界 奔向宇宙的一個心態 在那裡 你會覺得這個世界是屬於我的 我現在就要去看看我的世界是怎樣 很記得我23歲那年 和一個女生朋友去巴黎 我們去四天而已 然後凌晨機早上六點幾 在巴黎下機 放下行李之後 全天是沒有搭過任何地鐵 我們用腳 那一天我還在穿高跟鞋 然後走遍了羅浮宮 鐵塔 海旋門 不知道什麼教堂 我們是走出來的 走到晚上十點幾 早上六點 到晚上十點 然後去吃飯 我們倆是累到 在巴黎的一間餐廳 趴在那裡睡著了 直到待會員拍醒我們 去吃那個甜品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是可一不可在 但是是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那種你青春活力在巴黎鐵塔跳起的照片 你去到我這個29歲30歲的年紀 真的是小鹿和大象的分別 現在跳起是很沉重的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我去過巴黎也三四次 去到最後一次是跟我現在男朋友去 我們兩個是很硬起床 然後去附近逛逛 之後又回酒店坐一下 然後去一間咖啡店 叫杯咖啡 又坐一下 然後看一條河 然後又再逛一下 這樣就一天了 所以呢 這些這麼爆肝 這麼瘋癲的旅行 你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一定要跟朋友去做 特別是你將來成家立室 有小朋友之後 你這一輩子都不用再有這件事了 所以這件事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第三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挺值得反思的 我的人生就不是太多後悔的事 但是有一件事 我覺得如果讓我倒退十年的話 我會有一點改善的 就是你要對爸爸媽媽好一點 因為你剛剛二十多歲 你會覺得自己是成人 你變成成年人 現在是爸爸媽媽的小朋友 你很多時候都會跟朋友出去吃飯 玩去旅行 你就會忽略了你的爸爸媽媽 這件事我想其實都是不少人的痛病 如果你現在已經二十五六歲的話 你就要好好補償 因為其實爸爸媽媽已經開始老了 你在二十歲的時候 你不覺得的 那時候我還覺得我爸爸媽媽 是很年輕 很Energetic 然後他們很煩 經常管著 晚點回家又打給我 但是當我去到二十七八歲 那個人開始大了 去的地方開始多了 你就會發現 原來我去了那麼多地方 但是我沒有帶過他們去什麼地方 那你就會開始發現自己是不孝 你就會開始補救了 例如會多帶他們去旅行 看看這個世界 然後多點回家吃飯 你跟朋友吃完很好吃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帶回爸爸媽媽去吃 去到三十歲這個年紀 你就會開始很擔心他們 從以前爸爸媽媽擔心你出去玩 到我現在是很擔心我爸爸媽媽的 在現在拍片的這一刻 我爸爸媽媽跟著我 旅行團 去了韓國庫山 之後我是緊張大師 他們起飛那一天 我去發訊息問他們 你們到了機場沒有? 他們不回覆我 好像現在我是媽媽 他們是兒女 我多生氣 我覺得他們沒有交代 這個真的 我真的覺得 十年前八年前 我是不會理的 你們去旅行快點去 不要妨礙我玩 家裡沒有人 我一天都出去玩 以前是會這樣想 現在的心態是 星期一至日 我有多忙都好 都會抽一兩天 是會跟他們吃飯 跟著跟他們說一下 然後每一年都會跟他們 去一次旅行 是去他們一些未去過 而他們又會想去的地方 其實是很悶的 跟爸爸媽媽去旅行 我真的很誠實告訴大家 帶爸爸媽媽去旅行 是一件吃力不討好 又不能逛街 然後他們的飲食習慣又很奇怪 帶他們去外國 他們要吃糖餐 吃中餐 不肯吃西餐 但是當你們帶過他們去幾次旅行 你就會發現 這一切是值得的 有時候他們看電視 看到旅遊特輯 然後播放的東西 他們會跟我說 這裏你帶過我們去啊 那裏我去過 那裏有什麼什麼的 那你就會有一個成就感 還有你就會覺得 爸爸媽媽養到自己這麼大 我沒有什麼可以給他們 但是我起碼可以讓他們 某程度上 有一樣開心的感覺 其實是很值得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現在經歷20歲頭 我覺得你可以慢慢花點時間 去平衡一下 對爸爸媽媽的時間 可以多一點點 那你去到我這個年紀 就不會有這麼多的後悔 第四 在適當的時候呢 是要增值一下自己 學一下東西的 20歲至25歲的時間呢 其實人的能力還是很足夠 然後你的專注力 都還是有的 去到27、89歲呢 你就會發現自己 早上晚上六去上班 晚上還要去找東西學的時候 是真的專心不到的 會閉眼睡得很厲害 然後人的記憶力會比較差 然後你的專注力會越來越差 然後你聽完的東西 這邊進去 這邊是全都出的 是沒有東西留下來 在腦袋裡的 我不知道是我笨 我自己的資質問題還是怎樣 總之呢 其實你在20歲頭 你去找一些技能去學一下 你對將來 你自己的 career path 你對自己的內涵修養 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我不是說要學一些很厲害的東西 即是你不需要去讀 master 或者你沒有 degree 故意去讀 degree 可能你會找到一樣 你有興趣的語言去學 然後你會有一些幾支牆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喜歡做蛋糕 你就學一下做蛋糕 你喜歡插花 你也可以學一下插花 你不會知道這件事 對於第二次的你 會有什麼幫助的 但是你學了多一件事 其實你個人的修養都會提升了 而第五點呢 就是無論你是二十歲也好 二十五歲也好 三十歲也好 你的心境是要保持開朗 還有年輕的 對了 你是不可以妄自匪博 覺得自己老 或者設了一個框框給自己 三十歲前一定要做些什麼 三十歲如果做不到 我就是一個loser 你是不可以這樣想的 你一定要整個人保持有活力 然後有衝勁 然後開朗正面樂觀的性格 其實你無論去到真實年齡 還是什麼都好 別人是不覺得的 你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找到自己的風格 然後配合自己的性格 其實就很容易可以做到一個很unit的自己出來 不需要別人三十歲的時候是這樣 我三十歲的時候也是這樣 你要活出一個自己的三十歲 你要做出一個自己的人生出來 好了 那我今天就說了少少這個 二十歲和三十歲中間的一個 少少心路歷程 少少留言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類型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約會 我們不願意 我每個人時間會在下面 下條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 我們就會先回答 submit 我們下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 把警察值得見 我們下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 感谢观看